老婆出门半小时 带回一盒套和500块钱 我对她的解释半信半疑 我和我老婆结婚已经有三年多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一个宝贝女儿 她长得非常漂亮 特别像我的老婆 因为我们家的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在我女儿一岁多的时候 我就自己一个人外出打工 因为我父母他们年纪也大了 没办法再去劳动 所以我老婆就让他们在家里看着孩子 然后我老婆一个人出去上班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老婆就和我说 她想自己开一个美容SPA 我看她这么尽心尽业 于是就给她投资一些金额 因为我学的专业是律师 所以要常年奔波在外 不断地去为别人解决事情 直到今年为止我回到家中 因为想给老婆一个惊喜 所以就没有提前给她打电话 因为我已经好长时间 没有跟我老婆相处 所以当我那天回来的时候 我就想给她一个惊喜 于是我给她买了一束玫瑰花 当我回到家打开房门的时候 我原本以为我老婆看到我 会表现得很惊讶 可是没想到 当她看到我的时候 却一点都不惊讶 然后我就想上前去抱住我的老婆 可是当我要抱她的时候 她的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 在电话那头我听不清是谁 然后我老婆和她聊了不到几分钟的样子 她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跟我说要出去一趟有点急事 然后我就没有来得及问我老婆她就出去了 因为我坐车刚到家也比较的累 所以我就自己先去厨房做了一点吃的 打算吃完之后洗个澡就去睡一觉 可是就当我刚到厨房还没有半个小时的样子 饭都还没有做好 我老婆她就从外面回来了 我想着她这下事情忙完了 肯定要和我亲热了吧 可是她竟然没有来厨房给我做饭 反倒是放下包和手机就去了卫生间洗澡 当时我老婆的举动让我感到非常怀疑 因为我和她接触这么长时间 我从来没有看待花博妆 可是当我这几年不在家的时候 她竟然出门开始打扮自己 并且穿衣非常暴露 我一直在控制我自己 不要往外出想 于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 她知道我回来了 想约我晚上出去吃个饭 可就在这时 我突然看见我老婆的包里有一个套盒 还有500块钱特别的闲眼 于是我因为好奇 就把包打开仔细看了一下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老婆出去半个小时都不到的时间 包里就会有500块钱 还有一个被拆开的避孕套盒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 是不是被戴上了绿帽子了 但是我还是选择相信我老婆所说的话 于是当她走到卫生间的时候 我就把这500块钱和这个套盒 拿出来给她看 并且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老婆面目改色的就和我说 她刚才接的那个电话是客人的 因为她想让我帮她做一个美容四方 然后我想了没想就立马出去给她做了 而且她也是我的VIP客户 不想得罪 然后我就向她问道 这个避孕套盒为什么是拆开的 然后我老婆说 她是从路上回来特意为我买的 想在晚上的时候和我发生激情 同时我又问了一下我的老婆 为什么这个避孕套盒竟然被拆开了 而且里面还少了一个 我老婆说 因为她当时走得匆忙 而且那个店里就只有这一个了 就没有仔细的去看 然后她就回来了 我当时对我老婆半信半疑 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是在撒谎 还是在掩盖什么 我到底该怎么办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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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